英特尔和AMD在轻薄本领域的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今年随着能效比和核显性能的大幅强化的Media Lake加入了战场之后 局势进一步白热化 不过首发时候的Ultra系列处理器大多价格不菲 驱动也都还有不少带优化的地方 时间过去了半年 如今Ultra处理器的轻薄本表现如何了? 对比差不多价位的AMD机型又怎么样呢? 本期视频就和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为了方便正面对比 我们本次选择的 分别是搭载了Intel酷睿Ultra 5125H 和AMD R78845H的ThinkBook 14-2024 这是为数不多 同时给到了最新的AMD和Intel配置 而且模具几乎没有差异的产品 不过Intel的版本要贵500 因此我们也加了一台价格稍低一些的RedmiBook Pro 14-2024 三台机械的参数如图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暂停或者截图查看 首先便是处理器了 Ultra 5是4性能核加上8能效核 另外还有两个LPE核心 核计14核心18线程 AMD的8845H是16个框框 但是是8核 Zen 4架构 缓存的规格上Intel要领先一些 大核的L2给到了2Mbps 小核心96KB L3给到了18Mbps的共享 而8845H还是万年不变的16Mbps 不过这颗R7的Boost的频率来到了最高5.2GHz 而125H作为初代的Intel 4 频率上稍微低一些 P核最大是4.5GHz 因此虽然Intel这边IPC更高 但是最终的单核性能上要弱一些 Cinebench R23跑分里 两颗Ultra 5都在1670分左右 而8845H的14加跑出了1775分 这也是近几年来移动端AMD第一次实现了反超 而在多核性方面AMD也有着不小的优势 两台Intel的机型分别稳定在13300分和13700分 而8845H的多核性分数反而更高一些 能够超过16000分 而且运行功耗要更低 期间Media Lake也出现了一些激热 这是由于新的Intel 4工艺加持下核心面积更小 因此同等功耗发热下的热密度更高 导致散热压力增大 和最近桌面栏处理器遇到的风波没有太多的连续 而且在此之前这个问题是用台积电先进工艺的AMD转述 只是现在Intel工艺水平提升之后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了 CPU的性能不低 那到了核显性能上面 经历了半年优化的Intel能否扳回一辰呢? 跑分当中 DX12的Time Spy以及Superposition ThinkBook 14加的Ultra 5确实比8845的分数略高 但DX11的FSE又稍低了一些 内存频率和功耗略低的红米则在Time Spy当中 和锐龙版的14加性能差不多 实际的游戏里 Ultra 5在网游中的表现还不错 CX2的帧数略微领先于AMD FF14作为Intel的传统优势下 帧数和AMD的差距拉开了22% 而在Lualu 5位契约Ultra 5也都实现了更高的帧数 最近发布的绝区0对于处理器和内存的要求不低 Intel同样在这个项目中实现了0跑 但是3A游戏里面AMD还是占据上风的 Ultra 5在古墓丽影中相差了12%左右 地平线5更是达到了23% 不难看出Ultra 5在重CPU的网游中表现要好一些 但到了吃显卡的游戏当中 处理器能效比带来的强电问题 确实影响了最终的游戏表现 而这是显卡驱动优化比较难以解决的 期待下一代Lunarlake能够发力吧 而在生产力方面 因为刚才提到的单核频率的问题 锐龙版的SigBook 14加在PC里的表现更好一些 不过Intel的核显在传统优势项目视频编码中依旧保持了优势 Intel的导出速度还是领先于AMD的 时长差距达到了42% 新的XE核显在强化了游戏的表现之余 传统手艺也是一点没落下 因此如果你的使用需求是宇宙第一生产力减视频的话 那IU还是你的第一选择 而除了性能之外 Intel和AMD的机型差异往往还会在外围配置上有所体现 打开机身内部可以看到SigBook 14加的酷睿版预留了独显的位置 确实也提供了搭配4050、4060的版本 而锐龙版则是只有R7核显这一个配置可选 没有留下显卡的空间 散热结构是一致的 都是双热管双风扇 做了简单的内吹设计 单靠FPU时 酷睿版在极客模式下功耗70瓦 核心温度107度左右 大核3.5-4.3GHz 小核2.8GHz 而锐龙版则是65瓦 核心99.6度 全核4.25GHz 看得出Media Lake处理器换用了Intel 4供应之后 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积热 噪音则差不多 都在48-49分贝 此时因为功耗更高 酷睿版的机身对比锐龙版要热一些 红米的性能释放稍弱 差不多噪音下面 Package 58瓦 核心102摄氏度 表明温度的表现则是差不多 会有明显的热感 回到机身内部 Ultra 5的独显速度更快 但是延迟更高 硬盘方面 酷睿版的14家用的是一连AM6B1 而锐龙版是PC801 性能上也有所参差 一连的表现更好一些 下方都是85W的电池 中高负载续航教本当中 14家的酷睿版跑出了差30秒到8小时的成绩 表现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而锐龙版直接来到了接近10个小时 差了快两个小时使用时间了 而电车小一些的Redmi 4 Pro 14 因为屏幕分辨率和尺寸低一些的缘故 反而跑出了8小时56分钟 不能看出 虽然Media Lake在能效比上做了文章 加入了LPE和延长续航 确实有一定的进步 但是对比AMD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不过三台电脑的续航时间 都已经能够满足一天的日用需求了 不需要过多焦虑 除了内部 两台ThinkBook 14家在接口上有所取分 ThinkBook 14家的酷睿版 在做了两条M2之后 还做了一个原生的Oculink接口 可以实现PCIe 4.0x4的带宽 基本可以无损外接大部分显卡 也可以扩展其他的PCIe设备 但是AMD版本的ThinkBook 14家就没有这个接口了 虽然并不会影响笔记本本身使用 但使用场景确实就收窄了一些 而且ThinkBook 14家已经是最理想的情况了 很多产品还会在其他地方做阉割 例如小型Pro 14的锐龙版就比酷睿版少了一个硬盘位 甚至像红米干脆到目前还没有推出性能的锐龙版 这些性能之外的部分 同样也会对我们最终的选购和使用带来影响 其他的外设方面 两个版本的ThinkBook 14家就完全一致了 都搭载了14.5英寸的3K 120Hz IPS屏 8-10bit 广色语带色彩管理 除了拖映比较严重之外 其他的参数都很不错 RedmiBook Pro 14则搭载了一块14英寸2.8K 120Hz 同样是除了响应速度 表现都很不错的屏幕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ThinkBook 14家的16加512入门版本 屏幕也是低配的2.5K 而且亮度色彩等表现都要差不少 预算卡得不太死的话 建议还是买32GB的版本 说到这也就来唠价格 同样是32GB加1T ThinkBook 14家的锐龙版 目前京东自营售价5499元 第三方平台甚至可以来到4开头 而Ultra 5的版本目前自营售价5999元 第三方平台也要5200多 不过Intel也有便宜一些的选择 例如这个RedmiBook Pro 14 目前第三方平台的价格就和锐龙版的14家持平了 好了 视频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给这三台电脑也照理总结了优缺点 供大家参考 选购方面 在基本的办公场景里 三台电脑都是绝对的性能过剩的 在此基础上 如果你主要打打网游 或者有一些视频剪辑的需求 那么Intel的Ultra处理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如果你对CPU多线程的性能要求较高 或者想要一颗强一些的核显 同时准备的预算又没那么多 那884H处理器的笔记本会更适合你 笔记本作为一个整体 处理器并不是体验的全部 例如同一Ultra 5处理器 ThinkBook 14家的性能释放和接口 就比Redmible Pro 14丰富很多 但是机身的重量和尺寸就大不少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对性能的需求 和使用场景来选择 最后也来聊两具芯片 从Media Lake推出以来 Intel和AMD在轻薄板上的竞争又重新升温了 两边都开始卷能效比卷核显性能 AMD这一侧最近推出的Stress Point 后续还会有Criken Point 而Intel这边也会有专攻移动端的Luna Lake 全都是硬货 接下来的局势将会如何 我也和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吧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按个长按点赞 以及赞列支持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拔评测室的官方公信公众号 我们每天都会在里面分享一块的笔记本 这三件的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教练买本性的帮助电脑小白 支持笔拔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